嗨 來自台日韓六十多位國際學生 參加圍棋一周的設計研習營 成果發表會上 學生們展現創意 對於基隆城市提供改變的想法 我們發表是跟綠能交通有關係 然後就是我們有在想基隆的河道 可以發展船隻觀光業 就是因為我們去基隆廟口夜市的時候 就發現基隆廟口夜市那附近 就車子有亂停的現象 然後還有遊客當地的軍民 就是可能會人車這樣就是會比較危險 然後就在想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比較安全也可以比較快速的 到達一些觀光景點 我們是研究城市中的路標 那我們發現說基隆上面的路標 他們其實對於國外的旅客 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我們就是針對這個問題去做出發 然後也可以讓基隆 他其實是可以去跟國際有更多的連結 頒獎典禮上總計頒出了十個團體獎 和十份個人獎 其中最基隆獎由市長謝國良親自公開表揚 而議長同志偉 市府秘書長方定安 產發處長林鼎超都出席典禮 肯定新秀們將自己的創意和發想 作為市政府 未來市政參考 很高興三個國家的設計精英 設計新秀 可以針對基隆的城市風貌 建築設計跟城市景觀 可以給我們一些好的意見 就如同我們一開始在開幕時所說的 這些好的意見我們都會留下來 當作我們城市改造的一些創意的一個基地 那我們未來也會打造適合的青創基地 會以設計這個領域為我們的主軸 邀請更多的國家的設計人才 到基隆來做一些新創 或者是做一些來放創意的發想 那我也覺得基隆未來是一個 設計業很好的一個聚落 我們可以集中的讓更多的人來到基隆 對於基隆的未來的改變 能夠投注一些新的想法 謝謝我們市政府產發處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承接這樣子的活動 讓我們基隆有不同的交流的活化 過去基隆的發展 它就是一個文化交流非常頻繁的一個城市 國際交流 因為我們從400年前西班牙人到基隆 然後一路到日本人 所以我們的城市發展有非常多的面向 也非常多的文化 也就是說我們開發的非常的早 所以我們有很多城市的設施 或是建築物 或是我們的一些發展 都已經非常的長的時間 所以比較老舊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 我們在座一些學生們 或是專家們的創新思維 來幫我們注入新的力量跟能量 讓我們的政府來做參考 市政府舉辦了國際研習營 規劃七天的行程 包括主題課程 AI實作 走訪金融市港口各角落 以及創意發想討論 行程相當豐富 這個活動其實已經辦了二十幾年了 那去年和前年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都在線上辦理 那這次真的是疫情後的第一次 就在我們基隆台灣頭 然後來辦理這個台日韓學生設計研習營 那很榮幸的基隆成為疫情後的第一個主辦的城市 台日韓的學生其實還蠻多的 包含我們本國的學生 都有一些甚至都沒有來過基隆 那其實藉由這樣的機會 然後也讓他們 帶他們深度的去看看基隆的美 基隆的好 所以其實他們有坐船去我們的內港去看了一下 然後包含正兵啊 產物啊 然後其實他們都去看了 那其實讓他們更了解基隆 然後希望可以透過他們一些 年輕的這些發想 還有一些創意 然後設計出的這些作品 可以幫助基隆的整個 整個市容可以有所提升 那今年呢我們以基隆這座城市為主題 來讓始祖學生共同來發想 台灣 韓國 日本呢 每一國的學生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共同發想了非常多有趣的創意 那其中呢我們覺得非常精彩的 就是像例如說利用了基隆的河川 然後還有海洋來進行交通的運輸 那並且呢也有學生提出了利用夜市 來作為是民眾交流的一個場所 所以這些呢發想呢 其實我們就想說如果有機會 能夠成為是一個真實 能夠實現的一個夢想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說基隆 在這一次台日韓的學生工作坊當中呢 能夠把夢想換化回真實 讓他們美夢成真 這一項學生設計研習營 從2001年起由台灣日本韓國三國輪流舉辦 疫情之後首度恢復實體課程 透過台日韓青年的能量 以及多元觀點思考設計 希望幫城市注入新的力量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